餐桌上摆满食材都是准备做烤鸡大餐的材料 一半有塑胶包装 一半没有 研究人员扣赛罗开始拆除包装 将石固装盘放入微波炉 这些食材都是每年一旦节 许多家庭会享用的传统餐店 但现在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这些有塑胶包装的食材 塑胶微粒含量 比传统市场未包装的食材多很多 目前医学研究人员已经在各种人类器官 血液跟肠道中发现有塑胶微粒的存在 但人无法判定对人体的危害是什么 但只要持续每天吃塑胶包装食品一年 相当于一年内会把两个塑胶袋吃进肚子 因为塑胶垃圾会在降解的过程中 产生塑胶微粒是造成海洋污染的元凶之一 扣赛楼博士表示 很多人认为只要不吃海产 就不会摄入塑胶微粒 但事实上现在空气跟土壤中 也有许多塑胶微粒 专家预估全球的塑胶生产量将会在20年内翻倍成长 届时留着海洋的废塑胶数量 预估也将会在这时期内增加为两倍 过来新闻陈胸鼻